大S去年和汪曉飛離婚後 人新聞不斷 人方不只是持續失控 甚至還爆出大S隱私 說她因精神問題 長期使用偽禁藥品 讓S媽氣的崩潰落淚惹出爭議 其實過去大S就曾在康熙來了 認了自己有憂鬱症 而這段影片也在最近 被翻出掀起討論 小S就說 我每次看妳憂鬱症躺在家裡 我都好怕妳拿刀想殺我 然後我就開玩笑就說 可是我當時 真的是覺得開玩笑 可是大家就配上我憂鬱症 然後就覺得我真是想殺我 大S年紀輕輕就出道 我在大眾的視線下 沒有了隱私跟自由 再加上完美主義的個性 不但導致癲癲 閒失子罹患憂鬱症 並發驗食症 好在之後 大S出現我要反控的念頭 加上尋求醫生幫助 以及有家人朋友的陪伴 才讓她成功擺脫憂鬱症 而這部影片再度被重播 好多人都心疼大S的堅強 現在她重新遇到劇俊夜 網友也喊話 過去的苦你沒有白白承受 相信大S的未來 只會有幸福而已